好 搞不好它半顆腦袋在裡面 這是你最愛的打鼓是不是 補棒是一定要的 然後 這什麼啊 什麼東西 超髒的耶 它在化妝 而且好像發霉耶 是粉撲嗎 全兒 你知道青少年啊 那個清潔的工作 還有化妝的工夫 都要好好的那個做好 否則就很容易 以後變成像小冰那樣 你知道嗎 沒有 它那個髒髒那邊 應該是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 所以你還繼續用 我是用另外一面來 喔 用這一面是不是 對 好的 請上座 我們要好好言行拷打一下 好的 有關於全兒 就是你這個 自己招一下啦 你的腳是出了什麼名堂 大家都一直講我腳臭 可是其實我沒有 你沒有嗎 我那次臭是因為之前拍戲的時候 就是沒有襪子 就直接穿鞋子 就是那一天 就只有那雙鞋子穿了會臭而已 其他都不會臭 真的 不囉嗦 現在雙腳脫掉 立刻把腳放在桌子上 我們馬上一個女教官 好不好 要來檢查一下 是… 來 脫 脫給我放上來 放 是 是 我們兩個要嗎 我剛剛聞了一個口臭 那要不然妳去跑 不要 蔡全 蔡全比較公平 好 蔡全 好… 不要說我拜託 剪刀 石頭 布 不 永兔真的要來五一星 我跟你講 你就發自內心的 好好的給我們享受一下 這個部分 放輕鬆 這真的有腳臭是不是 我現在有點微微的 那只是虛名而已 只是虛名是不是 永兔我覺得你這通告費不好賺 真的 永兔玩了之後 會有什麼樣可怕的下場呢 其實蠻想聞的 我看看 我看看 芬芬姐 快快快 好可怕 好像那個 李拳的腳到底有多可怕 讓范范如此的尖叫呢 我告訴你 我要看 好可怕 來 好可怕 真的 我真的真的沒有作獎 是真的 超鹹的感覺 什麼 而且還要有個 ciudad口 好像紅了有點不舒服 奧群 奧群 來旁邊稍微稍帶一下 廖婆仔 廖婆仔在哪邊 你們這樣 沒有啊 有 廖博仔 又來了好幾位是不是 比較多 從左邊來開始講一下 有些見不得人的 那個我一看就知道是誰了吧 這一位我們要來問一下 您的外號是 我是小美 小美 小美是不是 我家是開早餐店的 家裡開早餐店 我的朋友 他是棒棒糖男孩 真的 他跟我說 有一次他在練舞的時候 就他以為他的腳踩到狗屎 結果仔細一搜查 才發現是李全在他旁邊拖鞋子 所以他腳鞋子沒有踩到狗屎 是李全的腳就是狗屎位 天啊這個我也有聽過耶 練舞的時候以為誰踩到狗屎 結果是他的腳 你就知道有多臭 那天明明就是練舞腳是外面太暗 我走路一搭就踩到狗屎 那根本不是我腳的味道 我不是說那一天 我是說另外一天 你也不需要這樣微微弄弄幾 那天那一天是真的狗屎 另外一天是你的腳是狗屎 我不是屎 我們分組之後 就沒有在一起練舞過了 對啊 我是小美 我看他那個身段就知道是誰了 誰 看這個 五五的這個身段 我想應該是阿本吧 喂 不是 我是小美 阿本是我的朋友 阿本是我的朋友 阿本是你的朋友 到底是誰在講話 這位呢 這位廖博仔您好 我是阿威啦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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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全啊 之前啊就是那個 展覽署啊 他們練舞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李全要把腳 就是把鞋子脫掉 然後那時候Terry超生氣 就說到底是誰的腳這麼臭啊 然後我就一直看李全 而且李全那時候好像還放屁耶 蛤 真的 耶 您講這不是他講的是一樣的嗎 小美講的脫鞋腳臭 有一樣嗎 在討論李全腳臭之前 旁邊這阿威好像有傳出口臭耶 妳講什麼啦 我知道 妳現在是誰阿本 我知道他是誰了 你知道他是誰啦 煙燻高高歌嘛 煙燻高高歌 不得不也想抱阿威 不得不也想抱阿威的料 好 抱一下阿威啊 你這樣講我就要講你的 不信那個紙袋一定有味道 要不要戴戴看 我不想戴了 一直被剪 戴不下去了 這個紙袋等一下丟掉 不然要下一個人戴 可就不妙了 快點丟掉 你是誰 你怎麼還有 你還多醜保護啊 你是誰 好厲害 小美你 算你塞了你厲害 再來這邊第三位廖伯仔 我是以前的同居女友 同居秘友是吧 我剛才晚上都跟她一起回去 一起坐車一起睡覺 我只能說她的腳真的是奇臭無比 真的 你用一個東西來形容她的腳 妳不要看我 她的腳真的跟她的嘴一樣 我已經沒有了 李淺 她代表也不錯 好狂 對 李淺 代表也不錯 我哭臭是真的 她嘴巴真的臭 你臭才是真的耶 我臭 你臭臭 有沒有 你突然猜 有沒有 有突然講話 你 你錯亂了 隔壁這位把她拱出來一下 我覺得那個頭套照不住她 是不是 她耳朵好長喔 對啊 耳朵挺長的 特徵很明顯 露出來 來 你來講一下 李淺的腳 大家好 我是曾志偉的哥哥 曾孝瑋 今天我要講李淺 我今天不講她的腳好了 我不如講 我今天我看到了情形 唉唷 今天我在樓梯間呢 看到李淺在給你為女孩子講話 我 李淺 你是不是叫女朋友了 蛤 牠牠真的有中藥的味道 有中藥的味道 有中藥的味道 你說中藥叫 不知道你們有吃過 國旗啊 國旗是那個喉嚨小小的東西對不對 上次 有沒有遇到國旗 凹犬的臉被她用 國旗的腳 踐踏 他覺得非常的不爽 真的啊 對 那她的腳的味道有跟熬犬的嘴巴一樣那麼臭嗎 跟妳的嘴巴一樣臭嗎 我覺得這幾個爛婆仔現在窩裡煩了 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 到底誰 我們現在要讓最右邊的這位 就是尖尖仔 大家好 我是李全的心理醫生 我是每天都幫他看診 不是 我覺得李全那個同學好像有點神經病 我第一次來看的時候我發現他是傻子 他那個早餐的時候我到晚上幫他看診的時候 他居然從我早餐的東西拿來吃 我發現他喜歡吃冷的食物 然後他的腳我給他住看的時候 我夏天聞的時候是那個姜母鴨的味道 冬天聞的時候好像是神湯的味道 他那個味道非常的奇怪 而且我發現他有一點點自戀 我有聽說有一次在錄影的時候 好像有不知道什麼黑社會妹妹探班吧 他一直覺得人家一直在看他 還有就跟 還有跟黑社會妹妹講說 你是不是一直在看我 人家根本沒有這件事 他會覺得很多那種奇怪的想法 這個年輕人不知道在想什麼 對… 宇教官有聽聞這件事情嗎 有關於明明人家沒看他 他覺得人家愛他這些事 可能他會覺得每個女孩都在瞄他吧 事實上那 對… 他在你們黑社會的討論度如何 幾乎是零 對 幾乎是零是不是 哇 重點 我是滿想知道就是說 這位仁兄啊 是不是 我覺得你可以輕聲的來體驗一下 我們李全的這個腳 我已經聞過了耶 真的嗎 我覺得 那個腳啊 也沒有Fully expressed 我們要好好的體驗一下 而且我跟你講 我已經不再是枸杞了 你不是枸杞了 你是什麼 當歸 來 立刻給它分下去 我先看那個 會不會很濕 你上次超濕 他很餓耶 你說他的腳很濕嗎 他小心熬拳 這邊都發灰了 好多灰塵喔 那個是發霉啦 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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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每天幫他診斷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問他的腳 發霉 就想吃點耳朵 我先吃點耳朵